季星被绑架后 因汉星开始进行人才库培养的计划 季星成为汉星的副总裁 同科和广华 在背地里总是搞一些小动作 陷害汉星 韩婷受伤 人才库改革 汉星一度危机重重 在这个时刻 季星戴上了韩婷送给他的新型项链 真正的担起了这个责任 受到韩爷爷的好评 韩爷爷催婚 韩婷的格局大 他把所有的研发资料数据库公之于众 让所有人受益 韩婷的做法 得到爷爷的肯定和支持 行业革新蜕变 爷爷对韩婷有嘱托 他信任韩婷 也希望韩婷能善待姐姐 什么事情商量着来 一家人还是姐弟俩亲 不管曾经怎样使绊子 最终爷爷一句话 他们都是韩家的儿孙 家和万事兴 爷爷这次写了一个喜字 通过对季星多次的试探和观察 爷爷对现在的季星非常满意 他对韩婷说 你真以为谁跟你韩婷在一块 就是比好买卖啊 人家季星这姑娘还真不错 你赶紧抓紧时间把婚结了 别让人家跑咯 我还想四十同堂呢 让韩婷抓紧时间娶了季星 这是对季星最大的肯定 韩爷爷能说出 跟韩婷在一起的女人也不容易 也会吃很多苦 受很多罪 这种观念真的很通情达理 韩家虽然富有 但是所肩负的责任和压力 也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 而季星已经通过了爷爷的测试 满分成为韩家孙媳妇 长河对付韩婷 是希望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 增迪是因为感情 二人有所谓共同的敌人 联手想搞垮东阳 搞散季星和韩婷 当韩婷把东阳所有数据库数据 公布透明化的时候 打了长河一个措手不及 他认输了 长河对曾迪说 韩婷从没把同科还有我当作对手 他的目标是让整个医疗界 百花齐放 共同繁荣 一直以来 是我低估了他的心胸还有格局 长河能认识到这一点 也真是不容易 韩婷的这个举动 让他投入到数据库的心血白费 但是长远看对于同科和广华 都是有益的 然而曾迪看不见这些 他还有不甘心 还是想把季星和韩婷拆散 曾迪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总是看别人 人家都成长了很多 他还原地踏步地想搞破坏 整部剧中曾迪都在内耗 真的很让人可怜 后来 他们背后搞的鬼 张凤美事件等等被揭发 曾迪和长河被警方约谈 此处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空间 他俩结果如何 看长河的意思 是会一直等着曾迪吧 苏之洲的成长贯穿在整个星辰的发展中 如果没有苏之洲开始让季星的创业 就不会有季星的圆满 苏之洲成就了季星 也成长了自己 有了事业的男人 魅力增加了不少 从对莉莉母亲的献殷勤 到对莉莉一直以来的关怀和呵护 还有对钟亦妮告白的拒绝 苏之洲从始至终都喜欢着莉莉 不管她跟别的男人好过 也不管她的原生家庭多糟糕 苏之洲之于莉莉 很难得 经历过很多感情的莉莉 也能认清真正属于自己的是踏踏实实的苏之洲 而非给不了她家庭的萧一萧 但是要迈出这一步 莉莉还是在萧一萧的一番彻底放手的话之后 苏之洲去美国前 莉莉到酒吧喝酒 萧一萧作为朋友关心莉莉 苏之洲对你的感情确实比我深 莉莉 不要轻易放弃你喜欢的人 你们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苏之洲的话 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嘛 莉莉在苏之洲出国前正式接受了对方 欣婷之间更是直接快进到了建家长 结婚领证的阶段 在两人婚礼之前 寄星与韩婷回到了爱情开始的地方 德国慕尼黑 相遇的路口 熟悉的街头 一切都见证着一对新人的爱情和姻缘 在韩婷求婚时 她曾这样说道 没遇到你之前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想要陪一个人过日子 关心他的喜怒哀乐 考虑和他的未来 所以我想在这个属于我们星空的见证下 完成一件人生大事 在这段深情的告白之前 韩婷曾对寄星说 爱情并没有多么高尚 不过是找一个合适的人而已 如今的韩婷 开始关心寄星的生活点滴 在意他的喜怒哀乐 果然 遇见一个人 然后生命全改变 这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